今天是12月3号周六 昨天收盘 数字经济信创相关板块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 而且是连续上涨 那么新一轮上涨开始了吗 下周怎么走 新一轮的龙头又是谁 我们这期视频就数字经济信创 这些热门板块 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如果大家对当前盘面看不懂的仔细听 数字经济在早盘是低开的 对吧 低开后快速冲高 你要进入了一个上升的阶段 大家看它的一个整体走势 属于一个连续反弹 这里已经是上个礼拜出现了四天的 五天的四个阳线 所以说这是一个假阳线 但是整体来看 低开高走是属于一个强势的反弹周期 不知不觉当中 大家可能会发现 数字经济怎么又走强了 对吧 还在上面这个位置 我就跟大家提醒过 逢低关注 逢低上车 那下周有继续冲高的预期 将有机会挑战1041这个点 甚至有机会突破这个位置 走出一轮新的上涨 甚至一轮新的大涨 大家要记住 逢低去找低位潜伏 大家看一下个股啊 今天有多支票是涨停的或者大涨的 那么这些涨停的大涨的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如意集团 直接就是一个涨停板拉上去 那这个票股性比较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追高容易出大面 看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啊 千万注意不要去追高啊 不要去追高啊 一旦这个位置做错了 很容易被打 这票股性比较一般 所以操作上面 以逢低 关注为主 英飞拓 直接涨停 这个是涨板 这个票其实大家是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的 这个票有机会成为第欧轮的核心龙头 大家看涨年版 前面这里也是涨年版 但是冲高回落 这次再次涨年版 一旦他突破这个六块七八五 想一下他是不是会走出一波强势的上涨呢 这个票大家一定要重视啊 后期的空间潜力是比较大的 还有啊 这里的是几年的一个底部 对不对 这是几年一个大底 一旦突破后 你想想 空间潜力 是不是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票的话 大家怎么办呢 其实好办 今天没上场的 下周的话 再涨 对不对 他就面临着上方的这一个分期 分期啊 你可以去驳 你可去驳 驳对了 持重 但是驳错了 你还考虑做止损 一旦确认这个位置属于突破 那将进入一个加速阶段 也就是说新一轮的大展要开始了 对这个票啊 空间和潜力都非常之大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科华数据啊 这个是属于一个突破上涨 这个票非常强 对吧 是一个新高的位置 整体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趋势 做波段 在调整过程中啊 大家看 它的这个六四年线很强 支撑很强 所以一直于在这个位置 一路走高 对于这个票 后期啊 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股性啊 偏弱 大概率是走正道上行的走势 所以大家有低点可以去博弈 拉高考虑先跑 然后到支撑位 再进也不时 一定注意啊 下周如果冲一极拉冲高的话 你要忍住手啊 一旦做错 高位就接盘了 其他的一些票没涨停 但整体来看 像这种 还是要注意 一滑路 对不对 一滑路这种票 走趋势啊 一路上涨 大家看一下 这里 拉长阳 调整后 暂时上涨 拉长阳 调整后 暂时上涨 现在找出了一个什么 加速状态 那么这种票怎么办呢 好吧啊 好吧 看这里 五无线啊 五无线 只要五无线能够守得住 只要五无线没跌破 对不对 继继续躺 继继续看多 手中没票的 想参与的 怎么办 也可以啊 找低一点呢 潜伏啊 低吸啊 对了 你就吃大桌 那错了 你就做个止损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啊 不要轻易的去什么 不要轻易的去下车啊 如果你手中的票 是吧 利润别厚的 只要他没 没跌破这个五线 能够稳住 那就是一个 躺赢的节奏 荣科科技啊 冲高回落 然后整体来看 这个股性比较弱 所以这种票的话 去追高啊 容易吃面 那再加上上方这里 存在的大的压力 大的压力 所以下周的话 除非再出现一个长阳反暴 突破这个高位 那他就进入加速阶段 否则的话 这个票的话 调整啊 概率会加大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要重视的 这几个票表现是涨幅居前的 但是整体来看 不是特别的强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前期的一些人期票的表现 比如说金百方 金百方的话 这个票其实他趋势很明显 现在大家反应过了没有 前面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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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是什么60天线 是什么强制撑 所以我一直叫大家低息低息 很多人说 你只告诉我低息 你不知道怎么低息 现在告诉你怎么低息 就是在这种位置 你在这位置低息的话 你想想 现在一拉 是不是吃肉了 可能很多人会说 长哪里才说 不是长了才说 全市场5000支票 我不可能每支票都讲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把握这个节点 把握这个方向 数字经济 这个方向还没走完 你就找低点潜伏就对了 那么金白方 上方这里有压力 再冲的话 怎么办 不要轻易的去追 对不对 突破以后再看多 没突破之前 那么在这个高位附近 有利润呢 可以先跑 这个没问题 还有就是今天多个票 都是上涨 但是整体涨幅不大 我们看一下新亚达 新亚达的话 下午资金会流 这个票的话 近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动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奥斯线吧 对吧 奥斯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动作 那我们在奥斯线这个位置做一个低息 做一个博弈就对了吗 他在这里走震荡上行 一旦突破这个规子 是不是可以吃肉 甚至吃大肉啊 就算在这个位置 是吧 跌穿了 你做止损 亏损也不大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国卖科技 这个是前期的一个龙头票啊 前期这一轮涨势非常的凶 对吧 直接这里是八个板直接突 但是在这里调整过程中 现在已经走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现在慢慢的走高 那么像这种票 大家也可以留意啊 也可以重视啊 找低点潜伏啊 找低点 分时的低点 每天都有低点 对不对 那么他强制正在六十线线 我现在到不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十日线 无限 在这种位置啊 十日线无限在这种位置 做一个低息 那么他一 再次走强的话 拉长阳 拉 放量往上攻的话 就是新一轮周期啊 对不对 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也注意啊 警方资金突然急拉呀 这个位置啊 随时都有可能拉一个急拉呀 那走一波二波也是可能的 所以啊 后期的话 像这种调整到位呢 前期牛股 腰股 确实需要 重点的留意 好给钟 既然有反弹的 就有砸盘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后排 跌的最惨的 中国科传 中国科传的话 这一轮上涨 非常强 你以后连续两天大跌 那么怎么理解 这种是出货吗 正常前后还是出货啊 为什么说是出货 大家看一下 这里 一字板 梯字板 没有换手 对不对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像这种 一字板 梯字板上去的 没有通过换手的 大家接盘需要小心 很容易出现 这种连续大跌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的话 就需要注意 可能他会有一个反抽 给你跑路 但是我觉得这一轮走势 他最差就差到这个位置 没换手 那想要上去的话 要再次放巨量 突破的高位 有难度 但比如说没有机会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下周他能否止跌 拉出一个大长腿 拉出一个大长腿 如果拉出大长腿的 一个大阳线的话 倒是有机会去突破 上方的这个 15块6毛一 中国软件 这个说真的 有点坑人 昨天强势 大阳线 你好 今天顺势来说 冲高 突破这个位置 最好 对不对 但是大家看一下 直接就被按了 所以这个是坑人则事 昨天打板的朋友们 估计 多亏钱 所以 这个位置 前期也跟大家说过 走吧 前夫为主 只要不追高 对吧 现在就上课了 昨天打板的朋友 昨天追高的朋友 是不是 欲哭无泪 是不是 是吧 想哭 这就是 股市 所以中国软件 我在前面 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平台 平台的话 你去找低一点前夫 低息就行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追高的话 就容易上当 容易吃面 后期的话 他没走完 还有反弹的空间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纠结 后期会有机会 给你解套 只不过短期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这些票是跌的比较惨的 包括前期的一些人气票 中国长城 尾盘也出现跳水沙 大家看一下 长城的话 他虽然说跌了 跳水 但整体来看 没破位 没破位 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下周 还有机会再次冲高 现在强支撑在20年线 20年线 所以在20年线的话 他有机会 可以去做一个接力 做个低吸 后期反弹的话 你可以考虑吃肉 可以考虑跑路 但是现在整体来看 属于一个震荡 震荡 所以他的整体的强度 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至少 20年线是守住的 所以大家没必要怕 这个位置没必要纠结 容积软件 昨天下午 强拉 对吧 冲高回落 今天上午 强拉 下午 又跳水了 这种票 就是那种什么 波动很大的 这种票适合做什么 大家知道吗 做踢 对不对 如果你是做热烈踢的 就很容易了 低满 高慢 或者高慢 低满 这个节奏很明显 看他的K线 他K线的话 守住了 这里是30线 守住了30线 以后呢 他如果下周跌到30线 怎么办 上车 对不对 上车 以后震荡 反弹的概率偏大 一旦走出一个长阳 这里 长阳放量反暴 不就走一波了吗 那他就有可能开启第二波 突破12块呀 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种票 怎么办 逢低前伏啊 逢低低西啊 没说错呀 对不对 你去看到这个30线线就 行了吗 九七远见 也设的跳水 昨天也是上场 今天跳水 这种票的话 也可以理解 其他趋势很完美 什么意思 我说趋势 这里 看没有 他趋势很完美 到了60天线 你就上车就对了 这种票没必要纠结了 到了这个附近 对不对 60天线附近 上车上车 他来一波大访谈 我就吃肉 我就跑路 然后到这个高位 怎么办 不要追 考虑跑 就这么回事 你不要看着做反了 一到这个位置 受不了了 我割肉 我割肉 我一到这个位置 冲上去了 这个位置不是要大涨了吗 我一追 那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出 亏钱就亏在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要把节奏做反 做反的话 就容易亏钱 亏大钱 荣联科技 这个也是属于尾盘跳水 这个票的话 大家要注意 近期是比较稳的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节奏 很稳 在这里纠结 这里是30天线 在30天线 这个附近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你说他会破 又破不了 你说他会上 又没守住 对吧 像这种票大家就注意 说真的 这个位置你可以去博 但是真正安全的点位 是在这个里 60天线 那以后 现在看60天线 它是7块钱 这里是7块9 7块9毛多 那就是说 这个空间 还有十几个点的一个空间 十几个点空间 所以大家自己考虑了 如果你能够承受 这十几个点的一个 跳水空间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进场去赌 如果你承受不了的话 那么你就等他一个机会 等他一个60天线的一个机会 那也有可能会错过这一轮访谈 这是大家注意的 说下一个重心票了 蓝天 蓝天尾盘跳水 这几天走势不及于期的 其实说真的 蓝天这一个星期 真的是一手好牌给打烂了 为什么说一手好牌打烂了 前面这个星期 大家每天跳空高开 放量 其实他也突破这个9 29块8 正常情况下是攻过去的 进入一轮加速 是吧 进入一个掉波 然后他是核心龙头 但是在这里 为什么这一轮走出 这么差的表现 是因为控股股东减持了 你一般股东减持还好 你控股股东减持 就是你大老板都不看好了 那你想这些资金还敢拉吗 如果是你你敢去接吗 对不对 这个票后期调成到位了 还是可以去跟踪的 但是大涨的话 大家需要小心 大涨想要紧防出货 因为一旦 是吧 上面股东再来个减持 不就完蛋了吗 对不对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综合来看 这个数字经济这个方向 下周上涨的概率 技术拉升的概率很高 所以大家找一些前期的人期票 还有要不就是近期 强势崛起的这些票 这是聋合票去跟踪 后排跟风的中心的位置 不要去的 我们再看一下信创 信创的话 今天也是冲高回落 明显的信创 他也走反弹 对不对 那我觉得下周 他有机会去挑这个高位 一旦挑过去了 你想想 不就一个大的上升了吗 所以对于这个方向 大家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 和重视 信创是接下来这一年 甚至两三年的一个主线 而且我觉得有机会走出十倍 甚至超过十倍的大流股 大腰股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今天要多支票大涨 也多支票充板 但整体来看 很多是叠加题材 叠加了数字经济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这些大涨的票 法本 充板被砸 这种票的话 下周可以逢低去关注 有机会走出一个大长腿 但是呢 既然是充板被砸 是吧 就存在在上方的压力 这里 看能不能过 突过去的 那就是一个继续大涨的 一个可能性 就增加了 会唱通讯 这个是属于5G这个方向 属于一个底部放量 这个票啊 大家就注意底部放量 而且它股性比较活跃 唯一的不足就是业绩比较差 然后 它有持续上涨 突破了一个可能性 如果出现一个突破的话 你想想 这一波的大反弹 是不是会吃到大肉啊 像这种票 逢低 关注为好 高伟达 也是一样的 底部 很扎实 调整了很长的时间 突然放量 那我觉得它 有启动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 下周有继续走强的信号 也是一样的 逢低关注 逢低前伏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这个事 对吧 底部出去放量 大阳线了 那么追高里就要小心 以后它爬中 有奔斯级 杀了一个低点 怎么办 低西啊 前伏啊 对不对 一大阳的话 你就吃肉啊 吃大肉啊 英飞托是叠加器材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浪潮远见 浪潮远见 今天是一个烂版 但是这个烂版有意思 大家看啊 刚好是放量 突前面这个平台的位置 突前面平台的位置 以后它下周 出现弱转强 进攻的话 处于一个连板的话 你想想 那它的空间潜力 是不是开始了 是不是打开了 那它就有可能成为 性创板块 新艺人的带头大哥啊 上面有个英飞托 这里说不定 他就是老二 所以这个票 大家注意啊 今天是烂版 烂版容易出弱转强 弱转强的话 就代表进攻 这大家要注意的啊 整个旁边的看 今天的资金 大幅度流入啊 资金在扫破 所以它下周 有继续走强的预期 至于其他的票 没涨停的 大家关注度啊 就放卡 放 放那个 至于其他的票 很多没涨停的 那个关注度 就比较低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追踪的话 要小心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感谢观看